中共的第三艘自製航母003型不僅外觀 就連噸位數據說都與美軍的福特號相近 此前美國國會曾在報告中指出 003型的排水量可能接近10萬噸 專家和媒體預測 幾個月內 003航母就能下水 而它的起飛方式是軍事界最為關注的 中共的遼寧號和山東艦 使用的都是老舊的飛機滑跳起飛系統 這讓戰鬥機在起飛時 就耗費了相當多的內部燃料 嚴重削弱了有效載荷 此前多家媒體都有提到 003型很可能採用 類似美軍福特級航母的電磁彈射 C-SYS的報告對於這一傳言廢製可否 只表示003航母可能採用彈射系統 能以更快的速度發射更多種類 且搭載更多彈藥的軍機 臺灣軍事專家齊樂毅表示 中共目前正在試驗蒸汽彈射和電磁彈射 但003航母採用哪種方式 至今未有官方證實 如果真的越過蒸汽彈射 直接從滑跳式變為電磁彈射 這確實是一項重大突破 前幾天美國透過了中國距離報告書 實際上中國003航母是採用彈射方式 但沒有說是電磁彈射還是真氣彈射 不過 齊樂毅指出 003航母是常規動力前艦不是核動力前艦 如果採用電磁彈射 它的電從哪裡來也很重要 此外 航母戰力的重要指標之一是艦載機的數量 有媒體分析 003的艦載機最高可達70多架 而此前據媒體報導 遼寧號只能搭載24架殲15 山東艦可搭載36架 據C44此前的數據 1949年到1988年的40年間 美國海軍和陸戰隊共損失了1萬2千架戰機 死亡8500名飛行人員 才將美國海軍和海軍陸戰隊飛機的事故率 降低到與美國陸軍相同的水平 而中共海軍在2015年 才正式認證了國內訓練的首批殲15飛行員 因此 003航母的艦載機飛行員 指揮官和後勤人員的操作熟練程度 仍然是個未知數 你中國有好多武器裝備了 你的訓練怎麼樣呢 一切都是從頭開始吧 缺好幾年啊 你才能夠形成真正的戰力 這可不是開玩笑的 因為你的技術已經是擴越了 你要非常成熟 你可能需要的 其樂意指出 另一個重要的觀察指標 是艦載固定與預警機空警600 會不會用在003航母上 你只有空游機 你其他都沒有嘛 你怎麼跟人家打 所以第三艘 你沒有預警機就沒得比 你有預警機再來比 我不是說直升機預警機哦 是固定翼的空警600 你直升機的預警機能夠飛多遠 你能夠看多遠 那很有限嘛 其樂意表示 如果這方面中共不能夠突破 雙方在海上打擊群快接近時 那就是美國先看到中共 而中共還看不到美軍